有线特别为疫情打造的节目 有线升级学堂 轻松在家gym 今天第五集直播找来的几位重量级嘉宾 先出场就有曹星鱼拳击教练吴浩文 他和主持人又是篮球员的苏伊俊 一起跟体能教练曾德成 挑战一系列体色能运动 吴浩文都觉得对在家抗疫的观众非常方便有用 说到最近曹星鱼的训练 吴浩文说疫情下被战怎么都有影响 会不会少了很多比赛机会 会的 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很停 去到欧洲我们是从东欧回来的 那边就都不管了 弹仗都照样打 所以有少少文化不一样 所以有少少不同 另一位嘉宾就有香港篮球队代表李奇 一天他就带来女女一起尝试一系列亲子运动 两位都玩得相当投入 李奇说疫情之下跟女女做运动要花多点心思 每天因为始终疫情我们都尽量避开人流早点 可能7点多的时间 以前疫情前都会帮她约朋友一起玩 但因为现在始终疫情通常都只有我和她 现在新节目的还有前香港游泳奥运代表 升级运动员五兆斌 Robin还带儿子一起来玩 梁慕子伸手都相当敏捷 看来儿子又遗传到妈妈的基因 我其实对她是没有什么期望的 但是似乎她暂时都参加过一两个游泳比赛 和跑步比赛 她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所以看看她大过自己选择什么活动 我们都一直会支持她 说这么快 苏伊晟已经完成一年五日的主持工作 她自己都说有点不舍得 很开心和Bella等健身教练一起合作 很高兴可以和哈姆尔学习 Bella和Ruby一起去做运动 在疫情之下有时都会比较闷 或者没有动力 所以有朋友一起去做是差很远的 之前天天在家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疲惫 但我发现了当你真的走出去公园 有时你做好防疫 戴好口罩洗手 你走出公园的时候 去一些别人的地方 走着动着身是真的差很远的 对不起 你走吧 你 Perry 好 我 我 我